可以看到 目前看到的结果 入门的占百分之六十八点十 完全没有诚实的基础 这个大概根据前面的经验 我大概也可以料想得到 只是说呢 如果你是选这个程度的话 大家有点心理准备 你可能要比别人还要更花时间 认真一点 那回去的话可能还是要多花一点时间 就是说 也许不然你就把影片重看过 然后呢 有些地方可以暂停 你就跟着做没关系 那因为这个课程说真的有点难度 我不可能说讲得太慢 因为我们有一定的进度 所以如果你有些部分 假如一下没办法完全听得那么懂的话 没关系 你就先把它记下来 然后呢 回去再针对你比较不熟的部分 再花一点时间练习吧 我想应该还是可以慢慢跟得上的 以之前的同学的那个经验 我看有些同学回去 也愿意花时间 他说没关系 老师我上课听不懂 有些部分没关系 我回去再听过 他发现这个方法 对他来说其实还蛮OK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不用那么有压力了 上课会讲慢一点 可是没办法 我有些地方我不可能还要兼顾到其他人 所以如果你假设 前提是如果你去选的是这个68.4%的 那你可能就是多花一点时间吧 另外的刚好15.8%的 有三位同学是学过VBA的 OK 表示你有点城市的底子 那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因为VBA跟Python 毕竟还是不一样 所以可能还是要知道一下 他两者之间的差异部分 可能还是要 就是花的时间 可能还是要比完全没学过Python的同学 可能要多一些些 所以如果有三位同学学过Python的话 可能他会更好 OK 那当然如果你有学过Python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 总共有五类的题目 一类的话 总共有十题 总共有五十道题目 那之后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发一本上课的用书 那本书上面 就会有所有的题目跟解答 OK 题目跟解答会给各位 那只是说 至于哪一周会发五 不太确定 可能会在第二第三周吧 会提供给你们一本上课的用书 那那个用书的话 其实对应的就是一个证照 所以如果你将来希望 有个目标 就是取得证照的话 或许你就要把这些题目 完完全全做手 那他总共 假设五类的题目 基本上他会 在这个十道题目里面 抽一题就对了 比如说总共五十道题 第一类的话就十题 那十题你就是说 他题目已经先让你知道了 那他会从这十题里面 抽一题出来考试 也就是他到时候 你到了考场 他会一个纸本的试卷放桌上 然后会给你一部电脑 然后呢 并且给你一个 那个电脑里面需要考试用的档案 然后你就开始打开环境 然后就开始按照他的 比如说第一类 你抽到102题好了 你就开始把102题 他会问是怎么做怎么做 那你把他要的这个需求 一个一个把它做出来 OK 而且还完原证据 你就可以 他那个考试是这样子 他可以马上知道 你这一题是不是正确 你可以上传到云端 如果亮绿灯的话 表示你这个分数拿到了 OK 那你就可以再下一题 再下一题 假设五题的话 一题二十分的话 那你只要七十分 那你就拿到证照 那也就是说 你拿七十分跟拿一百分 都是拿证照 OK 如果你比如说你做了一题 两题三题 三题六十分了 四题八十分了 那你想说 我不想要做了 我只要拿证照 我另外一题不做 不会 当然也可以啦 OK 所以其实 七十分跟一百分 结果是一样 就拿到证照而已 那这个拿证照 主要的目的 那你说到底有没有用 其实我觉得 最重要的是 签力自信心 我发现 有拿到的同学 第一个 感觉就不一样 感觉就是 我至少 我确定是 应该是有那么一点程度 而且我至少有 一个证明文件 是第三方公证单位 发给我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 希望哪个文为主 大概都是比较基本的 一些 包含就是 基本的语法 然后 这个都是我们上课会讲到的 OK 没有问题 然后还有什么 应该爬资料 如果爬资料的话 我会讲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 没有讲到这部分 OK 因为有一个范围 当然如果你要爬资料 可能是在另外一个课程 因为我在这边 有开了好几个课程 另外一个课程 就是会讲到 网路上你要怎么爬取 网页上的资料 或者网路上的资料 如何爬取 然后或者说 如果你急着想要学习的话 你也可以到我的 YouTube频道上面 看一些影片 上面也会分享一些 然后 还有就是 希望 能够扎实的学好 那有些同学 因为我YouTube上面 有些影片 有些同学是 自己段落去看 他看没有系统 他想说要有系统的学习 就来报名上课 当然也是对的 因为其实说真的 有的时候 除非你是那种自制力很强 然后又是天才型的 对 你就不要人家管 你就自己会的话 那可以啦 可是问题 如果你不是的话 我觉得还是 干脆来 有系统学完 会比较 感觉会比较完整 不然感觉总又一 还是感觉到底有没有学 学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 OK 如果你要验证的话 最好就是去报名参加考试 你就知道你到底会不会的 如果考试过了 那表示你应该 没有一百分 但至少 应该有个六七十分 应该有了 OK 至少基本观念 所以有的时候 像面试的时候 人家会问说 到底你会不会的时候 其实说真的 会跟不会 当然每个人回答 面试者一定会 大部分都说会 可是实际上 慢慢会发现 他说的会 到底你要怎么证明 有的时候说真的 你不如就附上一些 附上一些东西 像第三方公正单位的证照 我觉得有时候 至少会有公正性 OK 这个应该比较没有办法说 怎么讲 至少我觉得 证明你具备有这样能力的方法 OK 比较不用说 还要说很多 或者说你要再做个测验 不用 所以有的时候 大部分面试的时候 干脆你就附个资料上去 就OK了 那怎么知道这个 大部分都是 百分之 九十吧 都是因为 劳动部的网站上面 OK 而且其实好像听说是 还蛮枪手的 OK 好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呢 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到 如果待会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连到 我们刚刚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然后上面的话呢 就是找到那个安装环境 安装环境里面的懒人包 这个Python懒人包 你就直接把这个Python的384 这个把它点两下下载 下载的话 或者是你这边有个下载 反正你点下去 它会直接怎么样 帮我 它问你说这个 169.4Mb 其实不算太小 所以我担心一件事 等一下如果 搭一点会塞车 这怎么办呢 要不然就是 如果随身碟的同学 你商量好一下 然后如果认识的话 你就 就先call 然后一个下载 然后另外一个再用随身碟 去把它call过来 这样也OK 不然的话 搭一起 大家就塞车 OK 像我刚刚上市民高架 我怕哇 真的是全部都是车子 市民高架 这些归宿 不过 大家看看怎么样 我这边先人要下载 其实 我把它下载下来好了 OK 那这样跑起来 OK 目前的话看起来好像还蛮快的 OK 好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你把它下载下来 我先取消一下 因为我已经下载下来 其实我已经把它放在我的随身碟 因为我担心说 主要是因为我们这边的平宽并不是很大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你把它下载之后 它理论上会帮你把它丢到 放到那个下载 就是在我们打开之后 上方会有个下载的地方 那你把这个下载 点开来 理论上会有一个Python384的那个档案 然后你就再把那个下载里面的384 那个档案剪下来之后 把它直接放到我们电脑里面的这个C碟底下 C碟 因为我们这边电脑里面没有低碟 所以我把它刚刚已经把它剪过来 我把它直接放到我的这个底下 就是这边有个Python384这个档 OK 那待会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那个档放到C碟底下之后 然后解压缩 因为它是一个压缩档 解压缩记得按右键 它应该会秀出一个叫解压缩字 记得你又是选这个 你不要解压缩又到一个这个目录 因为变成说 如果你选下面到那个目录 它那个目录里面又一个目录 变两个目录一样的名称 你只要解压缩字字就好了 那解压缩之后的话 因为它这个懒人包 其实都已经设定好了 你只需要解压缩 然后待会就直接执行某一个档案 我们就可以开始写程式了 所以这个懒人包的话 就不用太花力气 也就是你回到家一样 你把它下载解压缩 然后找到我要讲一个spider 一个我们要写程式的地方 然后把它打开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写这个python的程式了 OK 不用说花太多力气 OK 不然的话坊间的书籍 都会叫人家就下载这个下载那个 然后装什么装什么的 然后要等弄好久 最后才能够写程式 我觉得太复杂了 太麻烦了 OK 而且很多东西不需要装 另外像那个书上讲的那个安装 它一装起来 哇 一大堆 其实 好像几几个的东西吧 其实都不需要 你等于装了什么 你也不知道 可能你只是想要 肚子有点饿 想要吃点小吃 结果它给你一个白货公司 什么那边你怎么办 你要挑什么 OK 反而更复杂 所以记得刚刚讲的 第一个请各位帮我去下载这个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 假设旁边有认识的东西 你就干脆互相call一下 画面我先还给各位一下 待会的话 我们会针对这个课程 再做进一步的介绍 所以我们第一个 先了解一下这个云端的环境 云端的网址 请各位务必要把它记下来 好 好